大家好,下面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肾虚的话题 有朋友说了,肾虚呢,感觉到就是自己体力不支 腰这个地方,腰困,然后呢,疲乏,无力,睡眠不好 然后心情不愉快,都和肾有关系 其实肾主骨,肾髓,对吧? 随时大脑为随之喊,你说的这些有可能是 但是呢,我们在肾虚的时候,吃补药是有讲究的 否则的话,你会越补越虚,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肾虚,它分有两种 第一个是肾阳虚,一个肾阴虚 那么肾阳虚,你就要吃补肾阳的药 肾阴虚,你就要吃补肾阴的药,对吧? 如果这两个药,你吃错了,你不但不能补,反而越补越虚 这个能听明白吗? 那么我们肾阳虚是指什么? 阳虚的时候是生外寒的 阴虚的时候是生内热的 比如说女性如果肾阳虚,它就公寒 不孕不孕 如果男性肾阳虚,它就阳尾早泻 如果肾阴虚,它就五心繁热,对吧? 所以要有所区别 我们有很多朋友呢,经常吃六味地黄丸 说是六味地黄丸可以补肾虚 其实精确的讲,六味地黄丸可以补肾阴虚 然而有些人肾阴虚或者伴随有肾阳虚的时候 可以用金窥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同时来补 那么我们经常在补肾阳的时候 比如说我经常给大家开个二仙汤 二仙汤里面为什么,它是补肾阳为主,但是它还滋阴 里面有织母,织母呢,它是补三阴的 比如说上胶,中胶,下胶,三胶之音,它都不是一个好东西 而且呢,所以在用药的时候,不要自己随意去断定自己 啊,我肾虚了,我就随便去补错误的 我们有一个大学生叫夏雨昕 你们在网上可以看到 这个大学生呢,他在上学的时候 他就有时候疲乏,有时候腰困 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肾虚了 然后就从网络上看到一个卖小乌草的 这个小乌草里面就是父子 这个父子呢,就这个小乌草 可能是广告就说了,撞肾阳啊 吃了以后能够撞阳,让你的肾气充足 它是补肾阳的 父子是补肾阳的一个好东西 但是小乌草里面就有乌头茧 乌头茧就是一个剧毒的东西 可是他不知道,他就从网上购买了一公斤 然后他就拿回去泡水喝 其实我们在用药的时候 这个就是父子,我们一般就是9克左右 超过15克都要签字的 而且要另包先煎 为什么,要先煮30分钟 把它的毒性散发掉以后 用它的药性 他不知道,他拿回去之后就抓了一把 就泡冲,他就想着我多喝点 我的这个阳气就剩了,就撞了 没想到他泡了这个小乌草 喝了第一口开始就开始肚子疼 然后他说呀,这是有的药效了 就开始又喝了两三口的时候 疼痛难忍,就开始打急救电话 打了21个急救电话 你们从网上去都能看到 最后救护车来的时候 他已经命丧黄泉了 然后他的父亲到处挤着他的遗像去告状 然后这个麦小五草的是有一个中医资质 他也是考了中医,可是他没有把这个药效的这个毒性给这些说明白 所以他现在也是贯字缠身 所以告诉大家,别看一个壮扬的药 你在补不好的时候,不单纯是越补越虚 反而会送掉你的性命 所以说在你出现肾虚的情况下 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帮你把把脉 看看像,比如说我们察言观色 化健康,看看舌头 帮助你精准的去开方,去治疗 这样子让你呢,一时的这种痛苦 迅速的能够拿掉 有利于您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 好,谢谢 好,谢谢